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因为人口红利它还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 它不但取决于我们的人口的结构 更关键的是说我们能不能充分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 为什么说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呢 就是基于三个方面 一个我们的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 16到59岁的人口到去年我们仍然有8.76亿 第二个呢我们在从人力资源的这样一个大国 转向了一个人力资本的大国 我们这8亿多的劳动力里面 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的年数呢 已经增长到了接近11年 去年的大学的毕业生人数一共是1076万人 我们新发展阶段 这样的体制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 特别是呢 在这个不断的促进劳动力的供给和就业的需求 更好的匹配 不断的在促进我们的城镇化的过程中 使一些农业的剩余的劳动力 进一步的转移到城镇 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 所以这个人口红利呢依然存在 对神经典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对神经典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对神经典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